这支影片呢 我要在高雄吃羊肉炉 终于到了可以吃羊肉炉的季节了 好开心啊 Oh my god 是我的天啊 我等了多久了 因为我本人呢 本来就很喜欢吃羊肉炉 可是呢 很多台湾人都跟我说 一定要等天气 冷一点才能吃啊 所以真的很折腾人呢 想吃又不能吃 然后呢 我都已经来到高雄了 然后听说有一间 在高雄的羊肉炉的店 很有名很好吃 所以我就一定要来吃啊 怎么可能错过 可是呢 这间店呢 超远 真的很远哦 所以 如果等一下吃到 跟我坐车这么久来吃的时间 不匹配的话 高雄人就不要怪我 到德伦上 吃一样 里面 逼 ให้ 射 射 托 射 射 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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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以为我哭了 满满的 的重药 的味道 那个狗尻的声音 很明显 没有那种 像肉绍的声音 然后那个汤呢 自然你感觉到它非常濃郁的声音 可是汤的本体呢 很孙凶 而且你可观察到 那个火力 慢慢的设计 慢慢的软绍 很棒的 好 好好喝 真的不错 这一切 我好喜欢哦 来 吃里面的肉块 这个肉块呢 就是 羊肉块 好开心哦 面子 例如 对 emoc 对那个业 对面里有没有 但 香叶配 可是这支真的不是叶配咯 是真心觉得好吃 我要哭了 酥菜要吃吗 试一下好了 就是煮在羊肉乳的酥菜 也就是高丽菜 会不会好吃 过关 好吃 因为反正它的汤本来就很好 喝 至于那个高丽菜炖得很嫩 然后吸那个汤汁吃下去 perfect 这一个是特级肉片 是不是 我问是不是我在确认是不是啊 滑手机 我真的要把这一盘 算完自己吃 是不是想我留给你 干嘛 这边这样干嘛 所以这是特级牛肉片 是限量的哦 然后就是它的量很少 所以不见得每个人来都会吃得到 看稀秒就可以吃了 一二三四五六四 可以了吧 而且它的仰肉是限制的哦 一听就很心动 先单吃看看没有沾酱 嫩归嫩可是还是保有那种羊肉的嚼劲 然后有一点点的肥肉 穿叉在里面 真的是人间美味 笔墨无法形容的感觉 所以我决定把它吃完 有人骂张话吗 蛤 因为它是限量 所以呢 就没了嘛 我就把它吃完了 有意见吗 这是老年的频道 哈哈哈 来先再算一次 然后配酱看看 我不是要故意多吃几块哦 我是因为要搭配酱试看看 这个就是酱油膏 配这个豆瓣酱 然后这个豆瓣酱呢 是这一区的特产 你看 羊肉还是要这种红红的 唉 配酱更好吃了呢 很难得耶 因为呢 你配了酱之后呢 它就会多了那种酱油的甜味 可是不是抢过那个肉本身的甜哦 是刚刚好 然后又有那种豆瓣酱的酱 画龙点睛的感觉 接下来这个是 火锅生肉片 就是羊肉嘛 这个就可以 多一点给你吃了 哈哈哈 但这也是招牌哦 一二三四五六七 好吃 但是不到让我跳舞的好吃 肉是偏扎实的 可是绝对不是硬的 它不是走那种很嫩的路线 蛮好吃的 可是是冷静的 哦好吃 这样 还有这个是羊油面线 我拍这么多吃美食的影片 也吃了好几次面线 我还是搞不懂 面线的美味在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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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不难吃哦 可是不管它是什么羊油啊 猪油啊 什么各种油的面线 我就会觉得 面线就是面线啊 而且我也尝试过各种 立刻吃啊 或者一定要配汤吃啊 都一样 它就是填饱肚子的面线而已 它不是为了好吃 让你得到愉悦感而吃的东西 接下来这个是 羊肉米粉汤 听说这个就是他们起家的时候卖的料理 里面就是有米粉 有姜汁 有羊肉 然后 汤 完全过关 完全OK 因为米粉跟面线 我还是比较懂米粉 可是呢 我还是觉得姜汁有一点太想汤的香味了 姜汁的姜的香气太咸烈 所以喜欢吃姜的人可能喜欢 可是我是觉得它的汤很好喝 然后它的汤就是微微的甜的 我不确定是不是跟羊肉乳的汤是一样的 可是多了太显烈的姜汁 对我来说骗可惜 接下来 这个是椒腌羊排 这看面相就觉得超厉害的呢 这个超级好吃 这个第一名 No.1 好好吃哦 它类似拿羊排 切块 然后拿去炸 所以它外面的那个脆度 满刚好的 有一点微微的胡椒的香 在里面 很好吃 怎么表情 你还是一直这样 你今天很没有热情 这个真的很好吃 这个超级好吃的 这个就是 你推荐给任何人 你都绝对不会丢脸的那种 除非它那个人不吃羊 这个也太好吃了吧 我的妈 Oh my god 而且越吃越上饮 你没办法继续吃 下来一道的 所以你会遮不遮 偷偷吃它 去吃吃其他东西 Oh 这个 我有点被下到 这个太厉害了 接下来 这个是 泡菜羊排 在煎蛮特别呢 我习惯的羊肉 虎啊 通常 另外点的那种 热炒菜 它是那种 大刹羊排 很无聊的那种 可是在煎 适渐蛮蛮特别的 这种泡菜羊排 肉啊 这个也好吃 超大饭 那个泡菜 酸度刚刚好 对于我那种很讨厌 很酸的味道的人 完全可以接受 然后它也有一点 微微的甜 然后泡菜脆脆的 配上那个 羊肉的口感 有增加那种 故补的感觉 很好吃 接下来这个是 羊的嘴边肉 其实猪的嘴边肉也很嫩 是不是 我的嘴边肉是不是很嫩 哈哈哈 要不要试试看呢 手表情去死了 去死 你给我去死 哈哈哈 来吃羊的嘴边肉 嗯 嗯 这个嫩度也嫩得太夸张了一点了吧 就是如果你不跟我说 它是羊肉的话 你根本吃这个东西 你根本分不出来 它是羊肉 因为它完全没有羊羞味 然后肉本身呢 你一咬下去 它已经接近那种 那个叫什么来着 棉花糖吗 你一吃下去 它就 哇 不见的那种 你一放下嘴巴 你根本不要咀嚼它 它就是 变成一体的 很嫩 接下来这个是 羊脚 会不会跟猪脚一样的概念呢 来试试看 我很喜欢 因为我本人就很喜欢吃猪脚 所以它跟猪脚的差别呢 就是猪脚的那个筋 会比较多一点 比较丰富一点 可是这个呢 皮很Q 然后多了羊肉的香 很好吃 没了吧 没东西要吃了吧 还有苦瓜 没有啊 我有看到它 这是什么东西 拿过米西连 米西连怪我屁事 哈哈哈 米西连推建一堆烂东西 哈哈哈 哈哈哈 还有笑的哦 米西连 这是笑谷 哈哈哈 所以它是推荐 这一间的 苦瓜羊肉 我们不一定要吃 米西连推荐的哦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这一支主题 不是 是米西连餐厅的东西 哈哈哈 那我们就再给米西连 一次机会好了 它推荐的苦瓜羊肉 会不会很厉害呢 因为苦瓜有点太大块了 有人说什么 小时候不懂苦瓜的苦 长大后 年苦瓜的甜 是因为 生火 比苦瓜还要苦 发肥 哈哈哈 我生火很寸 哈哈哈 所以 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理论 对不对 其实它后劲还是苦的 可是它那个苦 苦得好为苦哦 苦得很讨喜 然后它配上那个炒的酱跟羊肉 苦瓜就变成蛮好吃的东西了 它就像我去时装周那样 被打扮过了 还是你最近生活比较苦 我最近生活比较苦吗 所以才会觉得 苦瓜蛮好吃的 干嘛 你在动干嘛 喝 我就不结尾啊 我就不结尾啊 哦 我还有 菊花茶还没有喝 急什么啦 这是它们特调的菊花茶 因为吃这些东西会上火 所以喝这个来降火 那所以每次跟你拍片 就要喝这个东西 因为火一直上来 阿嬷的味道 就以前我们家阿嬷就会煮一桶菊花茶 然后就一整家一起喝 菊花茶的酱很香 很香 可是甜度是没有的 因为泰国的菊花茶会放很多糖 可是这个就是非常健康的菊花茶 要现在总结吗 就等一下 这里有个天 最近就是 会不会开心呢还是怎么样 来高中是不是觉得很好玩 哈哈哈哈 高中专访 对 我们很久没有一起拉赛了嘛 对 哈哈哈哈 你不愿意沟通 好吧 来总结 跑车 两个字 没有其他可以形容的 因为我已经被机器后面的很多人用压力跟我说不要再讲更多了 哈哈哈哈 平时以前我讲话很少 现在呢 一直让我赶快把话讲完 总之就是很好吃 超级好吃 每个东西都很好吃 我都好喜欢 最喜欢的就是 椒原羊排 100分就给150分 羊肉卤也是很好吃 苦瓜羊肉真的好厉害 因为我讨厌苦瓜我都觉得好吃了 那观众呢都给我去按赞订阅下分享 好的 Sawdipps